我叫张丽俊 我的老家在农村 我有兄弟三个 我父亲是一位老中师生 在小学当老师 虽然当时老师的工资不高 只有几十块钱 父亲放学就得下地干活 但是父亲对我们兄弟三个的学习 从来不会放松 我们的村子比较大 一到放学的时候 好多小伙伴就来我们家门口 一瞅一瞅的 想把我们喊出去玩 可是父亲把眼一瞪说 谁写不完作业 谁不准出去 当我们家生活条件差 原张像样的学习桌子也没有 父亲给我们做了三个墨凳子 让我们坐在墨凳子上 趴在墨台上学习 因为下午的时候 屋子里光线很暗 而院子里明亮一些 说实话 我们兄弟三个的学习成绩都不错 尤其是我的大哥 他头脑聪明 正的奖段墙上都贴满了 父亲就一张一张地 别收好保存着 大哥考上了高中 去了县城读书 高考的时候顺利地 被省城的一所大学录取了 大哥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父亲把我们家人都叫到为一起 父亲满脸喜悦地说 今天是咱们家值得庆贺的日子 老大考上了大学 也算是给我们家争了一口气吧 老二老三 以后你们对大哥为榜牙 好好学习 争取超过大哥 我和二哥都郑重歧视地点点头 我们学习的尽头更足了 在当时的农村 好多家庭不注视教育 放学的时候 那些小伙伴除了完 就是帮的家长干活 很少有这儿八经 坐在家里学习的 其实有的家长 想让孩子好好学习 但是家里没有学习气氛 所以农村里考上学得很少 其实现在想想 当年那些农村学生 是缺少一些指引 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 而我们家有得天读后的条件 父亲是老师 我们天天受父亲的影响 就觉得读书很重要 二哥到了初三下学期的时候 顺利通过了学校的预审考试 建了中装单 当时优秀的学生 才能参加中考的 我东远二哥说 你实习成绩那么好 你考中装可惜了呀 你和大哥一样考大学吧 二哥摇摇头说 老三啊 我自己挤精气得让我很清楚 我实习好 主要是我凭自己的勤奋 和努力换来的 可是我理科不好 那些数学题 让我眼花缭乱的 我全听文科拿分 尤其是政治历史 是我的强项 你想想 我要是上高中的话 高中数学更难了 即使审得文科 我也学不了高中数学 所以我就脚踏实地考中砖吧 父亲对我们的学习成绩 非常了解 父亲也建议二哥考中砖 当时二哥势力地 考上了一所水地学校 我们家一下子 在四里八乡 引起轰动 一个家里能考上一个大学生 一个中专生 让大家羡慕不已 甚至有迷信的人说 我们家的老祖宗 埋到了好地方 风水好 后代人才被出 其实我们知道 哪有这样的说法呀 这是因为 大哥和二哥都特点努力 有了大哥和二哥作为榜样 我学习的镜头更足了 但是压力也更大了 我要是考不上学的话 就被他们笑话了 我基本上了初三 每天学到半夜三更 早晨天不亮 我就起来被提 初三上学期期末考试的时候 我既然考了年纪第一 我欣喜若狂 当时是四百多个人呢 我能考第一 确实不错了 说实话 父亲曾经多次说过 我和二哥的头脑 都不如大哥聪明 就他脑子最好使 但是我就是靠勤奋 当时班长比我聪明的那几个男生 他们边玩边学 成绩就不如我突出 我记得当时母亲一高兴 还给我炒了一只鸡翅 到了来年春天 我更是拼了命地学习 虽然再也没有考不全校第一 但是每次考试在班里 都数一数二的 我也毫无意外地 被预选进了中专班 当时我们这里有个规定 如果考不上中专 拿着中考时的成绩 就能免试进入我们县的高中 对于考上中专 我志在必得 果然如此 在中考的时候 我一举夺魁 在我们学校里考了第二名 当时父亲和我一起去教育局 看了中考成绩 看到我的成绩正地突出 父亲非常高兴 他晃着我的肩膀说 老三 你终于考上中专了 和你二哥一样 也成了国家干部 你们三个都学有所成 我这当爹的脸上有光吗 我曾经担心你考不上 因为你的数理化成绩差一点 好在这次中考 你发挥得不错 老三 你也是好样的 父亲的眼里 竟然有了闪亮的泪光 当时一家 能考上三的大学生 和中专生 真的很难得 那时候是出来中考分数 以后再报职论的 当时父亲就说 老三 你报师范吧 紫城副业 你大哥学的是建筑 以二哥学的水利 你就当老师吧 我当时对于报什么志愿 也没有具体的想法 觉得报师范也不错 那天我一个要好的同学来找我玩 他没考上中专 但是他毫无在乎地说 没考上就没考上吧 我被遗憾 考中专不是我的目标 我想考大学 可是我弟娘为了让我早点工作挣钱 非让我考中专 现在他们也不劝我 我可以名正言顺地读高中 这些同学还对我说 你实习成绩那么好 上中专可惜了 你要是上高中 考了好大学 多好啊 这个同学的话 突然让我心动了 对呀 考大学是多么让人骄傲的一件事 当时我大哥已经大学毕业了 他分到了一家大型国企建筑公司上班 他已经当上项目经理 挣钱不少 但是父亲已经给我报上师范学校 虽然还没有来录取通知书 可也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怎么办呢 那天当我吞针吐吐地 对父亲说了我的想法 我说 爸 我想上高中考大学 像我大哥那样 来咱家玩的那个同学说 考大学更有出息 没想到父亲却说 宝三啊 你都能高估了自己 更不能人云亦人 你得有自己的主见 你那个同学是因为没有考上中专 才打算读高中 而你现在考上中专的呀 你看到那么多落榜的同学 你怎么舍得放弃上师范 你的实习成绩我非常了解 你主要靠的是勤奋 上高中之后 你要想在学习上出人头地 除了勤奋 还得有智慧 脑子聪明 尤其是高中数学比较难 你在初中里 数学就属于若科 你上高中能行吗 上中专是很多人渴望不可及的事 如果你放弃了中专 你不觉得可惜吗 你上师范的话 学校里要管吃管住 三年之后你就是一位正式的老师了 一切都稳稳当当的 这多好啊 但是父亲的话我根本听不进去 我就是认准了 我要上高中考大学 我似乎看到了那些大学在向我招手 我更开始展望考上大学以后的美好生活 当父亲和母亲知道我决定放弃师范以后 他们安生叹气 说我是鱼目脑袋 就是听不进去别人的话 好多老师知道我放弃师范以后 也替我惋惜 大哥和二哥也回来劝我 让我好好考虑 可是当时我就是认准了上高中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了 我如愿以偿读了高中 在高一 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 在班里前十名 但是到了高二 那些数学题目我一看就头痛不已 根本学不进去了 到了高中 我只靠死机硬背不管用了 因为大家都很努力 尤其是数学 严重拉我的后退 有时我的数学只能考四五十分 到了高三的时候 我开始睡不着觉 晚上睡得少 白天就恍恍惚惚的 老师上课讲的东西 我根本记不住 我只能下了课的时候 借同学的课堂笔记看看 然后再自学 我的学习越来越吃力 我非常惶恐 照这样下去 我还能考上大学吗 远专科都够呛 此时此刻 我开始隐隐于约地后悔 后悔当初不该放弃师范 我想起当初父母苦口婆心地劝我 两个哥哥都极力地说服我 但是都被我否定了 如今自己选择上高中这条路 再难我也得走下去啊 我天天得自己打气鼓励自己 但是无奈学习成绩却越来越差 我终于在忐忑不安中迎来了高考 考上让我考得一塌糊涂 考完之后 我把铺盖和书本都拿回了家里 然后我去了我们村后的那座小山上 放声大哭了一场 高中三年 我太压抑了 那些我心中的后悔难以言说 高考成绩张榜的时候 我都没远去看了 我让同村的一个小伙伴 帮我去看看成绩 回来的时候 小伙伴脸上放的光 他没非四五地告诉我 他考上了 但是他遗憾地说 我的成绩就连专科线都达不到 虽然这个结果都在我的预料中 可是我的眼泪还是刷刷而下 这三年我也付出了很多 小伙伴安慰我 让我再复读一年 我摇了摇头 我知道这和复读没有关系 我的能力摆在那里呢 此时此刻 我才对自己有了清楚的认识 当父母知道我高考落榜以后 父亲也唉声叹气 但是父亲也没有抱怨我 母亲想说什么 父亲把他一手制止了 我让他再说下去 我知道母亲是嫌弃我 当年放弃上中转 那天晚上 我睡不着觉 我坐在七飞的院子里 呆呆地望着天上的星星 我的脑海里胡思万想着 我不知道以后的路在哪里 我听见父亲和母亲 带小声的说话 母亲说 唉 现在我也不瞒然老三了 我之后当初 咱两个人为什么不拼命 去阻拦他上高中呀 要是咱力度再大一些 也许他就去读中砖上吃饭 现在就成为国家干部了 你说他现在落榜了 他能干什么呀 父亲说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一切都是他自己选择的 咱有什么办法呀 当初咱们劝他 也已经费尽口舌 他就是不听 老大和老二也劝他了 咱们全家人 也算是对他尽心了 以后看他 让他学了一技之长 挣碗饭吃吧 他已经够难受了 谁也别提 当年放弃吃饭的蛇 听到这里 我的眼泪 就像绝地的河水花花而下 心中的悔恨 就像野草一样 在疯狂地生长 我在家里躺了三天 没有出门 这时父亲安慰我说 饱三啦 以后的路还很长 都能被高考这件事击倒了 你也不用遗憾了 一切都成为过去 后会有什么用呢 吃一欠掌一掷吧 以后再遇到事的时候 你一定要全面考虑 充分认识 自己再做决定 再就是 不管什么事 一定要多听取别人的意见 我和你母亲商量了 野二一家的表姐 在镇上开了一家理发店 你去登了学理发吧 当你学到手艺之后 我出钱盯你开的店 也算是一条谋生的路 要不你就得在村里念 朝黄土被朝天地干活了 父亲的话 让我的心里多少敞亮了一些 我也只能这样了 我去了表姐的理发店 当起了一名学徒工 刚开始我只能给人洗头 因为我没有任何的理发技术和经验 刚当给人洗头的时候 我也洗不好 有一次 一个大爷来理发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把水灌进了他的耳朵里 他当场指责我 大爷一直在那里发脾气 表姐只好给他赔礼道歉说 大爷请您消消火 别生气 我表弟刚来当徐徒 他洗头没有经验 你这次理发我给你免费 这才把大爷的火气压下去了 我在一边羞愧万分 哎 干什么都不容易呀 我在表姐的理发店里学了三年 三年之后 勉强能给人理发啊 当时我急切地 想自己开店挣钱 父亲给我了几千块钱 我盘下了的镇上的一个门面房 开起理发店 开理发店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容易 了解的理发店生意比较好 是因为已经开了十好几年了 大伙都认同了他的手艺 但是我开了理发店以后 有时一天都来不了一个顾客 连房租都挣不出来 我急得嘴上都起了水泡 父亲安慰我 万事开头难 慢慢来吧 我的理发店生意一直不温不火 较眠后我的理发店不得不关门了 虽然当时勉强能挣出费用 可是钱都交我房租 我这是图什么呀 这时大哥帮助了我 他说在他的公司里给我找个活蛋 可是我没有任何的建筑方面的技术 也没有那些证书 去到也只能出大力 不过我也认了 总比在家里闲了强 我去了建筑工地 跟在他们安装管道 这时我才知道 干建筑工非常辛苦 尤其是冬天在室内安管道的时候 我的手都冻破了 有一次在拟一个螺丝的时候 不小心把扳手砸到了脸上 当时就流血了 我贴了个窗壳贴 继续干活 我每天干活累得肩膀痛 我的肩上经常贴满了膏药 要不第二天都抬不起来 我回家的时候 母亲看到我筋疲力竭的样子 非常心疼 母亲悄悄地磨起了眼泪 母亲擦了着泪说 老三啊 我也不是抱怨你 你说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呀 当年你要是上师范的话 现在当老师多好啊 我苦笑了 什么都没有说 如今我依然在建筑工地打工 我已经娶妻生子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我有两个孩子都在读书 妻子在村里种地 也挣不了多少钱 一家人的吃喝开支 都需要我出力挣钱 人生没有后悔药可吃 如果当年我读了师范 当老师的话 那就是另一番天地了 有个女同学 和我一起参加的中考 她报了师范 有一次遇见她的时候 说起各自的收入 她说已经聘上富高支撑 能拿到九千块钱了 我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我辛辛苦苦地 在工地上盖一个月 才挣五六千块钱 恕不后悔是假的 好多个难以入睡的夜里 我都会想起 当年自己放弃师范的事 身上就一阵阵糖能汗 心里犹如万箭穿心 人啊 在紧要的关头 一定不要固执己见 要正确全面地认识自己 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这样人生之路 才会更加顺畅 少走很多弯路 至于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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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